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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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没有机会证实的很多资讯 充分的得到证实 甚至有机会把国家资源跟相关的正义 都在这个过程之中让民众了解 未来有机会把这些不公平不正义的事情 通通都能够恢复 那当然我也非常认同 每一位在民主制度里面参与选举 每一位这个国家发出声音 发出主张的人 都是民主国家最重要的价值 所以我依照今天的发言顺序 我要分别的来说 第一位林先生 他其实勇气跟他的坚持理念 非常值得大家敬佩 不论大家立场如何 能够终其一生为自己所认同的价值 或自己所坚持的理念来奋斗 这绝对是我们对于自己 或者是未来主张之中 非常重要的一个想法 当然如何能够维持自己的主张 跟社会做沟通 或者是这个主张 能够维持一贯的立场 跟维持一贯的思维 是我们每个人在参与公众事务的过程中 非常重要的部分 第二位发言顺序的张先生 我也非常敬佩 因为以这样子的资历 包含过去在地方 过去在专业上面 有他一定程度的了解 也能够希望能够在这样的选举之中 即使资源不多 都能够积极的提出他的主张跟论述 这就是民主制度 让人民 让所有参与民主制度的人 有机会广纳更多的意见 广纳更多的想法 在我的左手边 李先生 是我当时我们在抽签的时候 我就非常讶异 有这么年轻的一个人 来参与这一次的区域补选 我个人非常支持青年参政 我也非常认为 国家制度之中 要能够广泛的来培养 支持年轻人 对于公众事务的参与 因为如果资源能够公平 如果年轻人对于社会 或者是公众议题有热情 这个国家的政治 才有机会 让更多年轻人知道 让更多年轻人参与 尤其台湾在年轻人的投票率上面 其实远远胜过我们的邻国日本 这也是我们在很多 国际之间的政党 民主政党在讨论的过程里面 很多国家对于台湾未来发展 非常钦佩 而且非常肯定 因为当一个国家的年轻人 可以出生 当一个国家的年轻人 参与公众事务 绝对对这个国家是有益的 当然 严先生是我第九任立法委员的同事 他比推荐他的政党 更有扎实的地方组织 更能够了解 如何在地方跟基层 结合在资源上面 充分的整合 这个其实这种特质 是多数的政党 甚至没有政党奥元的人 根本没有机会 也没有资源的 这个我想这个特殊性 是即使在他自己所属的政党之中 都让人没有什么人 可以跟他想比较的 当然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还是非常认同 这样子的选举文化里头 我希望未来我们有更多机会 让资源上面能够更公平 尤其是不会因为政党 或者是候选人的背景 而有所在资源上面的限制 这是希望未来在民主制度里面 更公平的步 好谢谢大会主席 各位来宾 宽人从来没有口出二眼 攻击任何一位 这个这一次选举 参与补选的各位候选人 但是如果以被害者的角度来讲的话 宽人从登记参选到现在 这个时间已经连续超过 甚至于两个月的时间都遭受到媒体 政论节目以及新闻网路 这个无时无刻的攻击 那所以我们现在负面选举 那这个部分在宽衡候选人的身上 大家应该都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这些无端的指控 不实的指控 对于宽衡这场选举 是没有做正面的表述 都是做这种负面的一个恶意的攻击 假设所指涉的这些攻击都是证据 都是他们所指称的是违法的证据 是不是应该把这些所有的攻击 在电视节目上 以及在网路上这些攻击的部分 将这些移交给检查检调单位 让检调单位可以进行一个侦查 对于该候选人所被指控的事项 可以藉由司法的侦查 还候选人一个清白 那但是我们没有看到这样的作法 所以负面攻击负面行销 在宽衡的身上是已经是淋漓尽致 那这样子情况我也要奉劝 我也要奉劝奉告 我们在进行选举的这些政党 以及相关候选人 应该要适可而止 那我想在 这样我在这边也要重申 如果假设有犯法的试证 请检调进行侦查 再应该还给当事人一个清白 或者是直接告诉当事人 所犯事项是否属于违法 必须要明确告知 因为从开始到现在 已经超过两个月的时间 选举剩下10天 这两个月的时间如果进行侦查 应该现在也有所谓的犯罪事实 或者是没有犯罪事实 所以这个部分也借这个机会 能够来表示我当事人的一个立场 那在其他候选人身上 我倒是有看到几个优点 像我们的林静怡林医师 担任妇产科医师的期间 就开始参与政治 那仍然能够在20年左右的时间 能够接生7000位新生儿 还被总统来封为助生娘娘 包括在林家隆市长的加持下 也还兼差来当个妈祖婆 像这样子的人才 没有办法继续留在一届 反倒是一届的损失 或者是转战宗教界 这可能也是全国人民的损失 那我们林医师蛇灿莲花 像我十大金句 网路上面这个十大金句 堪称是名嘴界未来的新希望 包括晚上10点限电 大家就睡觉 可以增加生育率 另外像捍卫助理不接电话 去上厕所 喝珍奶的100种方法 以及年轻网友是鲁蛇 反而是怪爸爸没有节育的观念 那林医师到台中来 这个设计台中租房子在无日 这也不过才两个月的时间 但是他有独到的见解说 台中人都是令人崩溃的槟榔嘴 而且还告诉大家说要穿防弹衣 才可以来参加第二选区的补选 所以以此种种的这些说法 那反倒是在这场选举当中 另外的插曲 但是我反倒是真的 我反倒是对于我们其他三位候选人 张炯春先生 李生翰先生 以及林金莲先生 那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可以用自己的方法 来坚持自己的理想 来参与台中市第二选区这一场立委的补选 让大家可以展现自己的才能 提出自己的证件 这是我看到的 在这场选举里面 我觉得最正向也是我最欣慰的 谢谢